观点看地走近神奇 这里是幸福有你 大家好我是李明 贵州一直是中国大陆一个极为神秘的地狱 除了古老而神秘的苗疆迷雾 力波水怪和草海气光外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现代神秘现象 就是2002年发现的凭空坠落的一块天石了 这块石头印发了海内海外的诸多热议 而且解说相反难以定论 可是当一尊习近平访问美国时 却把这块石头的定论给带了出来 原来这块石头和铁板图一样 都是对一尊结局的预言 咱们先来看铁板图的语言 然后再来看那块天石 最后李明给大家解读一下 铁板图和天石中的更深层的天机 根据时评人士的分析 李克强的猝死将引发一尊手握的两大杀手锏的反噬 关心时证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一尊的两大杀手锏就是高官的安保和医疗了 李克强是在急救中死掉的 一尊想要甩锅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专家推测 推背图中所预言的 勇士后门入地宫的正变兵变 以及铁板图预言的白羽毛鸟撞死在山这边 都将一一兑现 那么这个铁板图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铁板图是一套在民间密传的奇书 最早出现在2005年的夏天 一位名叫明星的网友回乡 探望小学王同学的时候得知的 当时王同学是县政协委员 家乡文化站长和小有名气的书法家 明星知道他曾受过中共的迫害 就给他看了一张贵州天使的照片 这张照片上的天使呢 我们一会儿再说 王同学看了照片以后就说 改到时候了 这是天意 然后就按耐不住 兴奋地讲起了藏在心中50多年的一个秘密 原来啊 这王同学与同班的李同学要好 明星当时因为年纪小 就不在他们圈子内 李同学的父亲呢 是个前清秀才 藏着一本天书铁板图 这本天书精准地预言了各朝代的最终结局 历朝历代都被列为禁书 所以呢 只在民间秘密地流传 因为书中的预言呢 都如铁板钉钉一样的 必定成定局 无法改变 所以呢 此书就被称作铁板图 王同学说 这是一本刻板印制 旧的有点发黄的纸质图书 一天李同学就背着他的爸爸 把书给偷偷地拿了出来 给王同学等几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发小看 大家对别的图都不怎么在意 都去关注最后一张图了 因为李同学他爸说 这是预言中共如何灭亡的 不过呢 最后的一张图的图形 却十分的简单 在两座山峰中间的山坳上空 先后飞过去四只黑色的鸟 有一只白颜色的鸟 在右边山峰的半山腰被撞死了 雪间峭壁 正向山下坠落 图的下边还写着一行字 白羽毛鸟撞死在山这边 王同学解释说 这幅图画说明了两点 一是中共要王在一个被誉为白羽毛鸟的头头手里 二是这个头头最后会为了中共而寻葬 我就一直在琢磨着这个白羽毛鸟指的到底是谁呢 明星听完后就想了想说 嗯 一时还想不太明白 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后来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 铁板图的事就被区政府给知道了 区上就来人调查 说是要把李同学给开除掉 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当时因为小学的校长从中周旋 李同学就没有受到处分 但是铁板图却被没收了 从此就再也没有了这本天书的下落 再后来习近平上台了 明星这时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最后的一张图和那个石头一样 是预言习近平和中共的结局的呀 这就是铁板图的来历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这块让王同学 一土真言为快的天石是个什么语言 大约在500年前的某一天 电闪雷鸣 狂风大作 贵州平塘镇掌布香河谷 左岸的斗崖上的一块巨石 轰隆一声 坠落下来 坐地后 巨石一分为二 一道闪电落下 巨石开裂的右侧 赫然出现了几个大字 春去秋来 斗转心仪 500年很快就过去了 时间来到了2002年的6月 一天 掌布香的村支书王国富早早的就来到了景区 他心情舒畅 满脸含笑 拿起景区清洁工用的扫帚就清扫起来 心想 这都云国际摄影博览会 推荐咱掌布香景区作为摄影采风点 这环境卫生一定要搞好 千万别给掌布香丢脸了 扫着扫着 一阵山风吹来 王国富忽然发现 山道边巨石上怎么感觉和往常有点不太一样啊 咦 这巨石上好像刻有什么字 走近一看 哎呀 还真的刻有字 这是个供字 这个呢 是个党字 王国富十分好奇 就赶紧用手扒开了掩盖在巨石上的两个字之间的 枯枝败叶和泥土 这一下 他惊呆了 石头上赫然出现了一串大字 中国共产党王 六个字字体均匀方正 每个字大约一尺间方 最后一个呢 略微大一点 笔画就像是浮雕一样 突出在石面上 乖乖这可不得了啊 王国富揣着明白装糊涂 赶紧就上报了上级 说这掌布景区啊 突然出现了一块骑石 上面刻着中国共产党几个字 于是掌布发现神奇石头的消息 就不禁而走了 一传十日十传百 前来观景的游客络绎不绝 根据自己眼力见 还给这块石头取了不同的名字 看到五个字的游客呢 称之为党明石 太阳石 救星石 看到六个字的人呢 称之为天书 藏字石 神石 这块天石啊 就这样成为了景区的传奇景观 引发了多家媒体京香报道 贵州有关方面还组织了 中国名家看评堂的大型笔会 邀请作家们来看看 多多给予宣传 不过随后王国富发现天石的桥段呢 就被改为了有位长者在砍柴时发现的 不过报道出来后呢 立刻也就引发了争议 这几个字如此的规整 真的是天然形成的吗 该不是掌布香为了搞旅游经济收入 仍为打造的吧 于是呢 在发现藏字石的三个月后啊 也就是2003年的8月 平堂香呢就邀请了贵州的地质专家 到掌布景区来考察 考察后就写出了详细的考察报告 报告认为呢 藏字石是从河谷左岸 抖崖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 抖崖上呢仍然留着崩塌掩体的对应凹槽 掩体追地后分裂为左右两块巨石 相距可容下两个人 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 就清晰地写现在 右边巨石的内侧断面上 虽然省内的专家给予了鉴定 但是呢平堂人还是非常担心难以服众 于是呢 又在三个月后 也就是2003年的12月 他们邀请了中科院的院士 著名地质学家 李廷栋 刘宝君 国土资源部著名古生物学专家 李凤林等15人 组成的贵州平堂地质奇观 中国名家科学文化考察团 再次深入涨不合谷 对藏刺石进行实地考察 考察后呢 专家们一致认为 这是一个地质奇观 藏刺石上的六个大字 位于中二叠统七侠组深灰色眼当中 距今2.7亿年左右 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 专家说 这种地质现象的存在 概率约为百亿万分之一 堪称世界级奇观 具有不可估量的地质研究价值 这次考察 媒体宣传力度可谓庞大 水团采访的报道 就有20多家中共主要媒体 包括人民日报 央视 光明日报 科技日报 旅游卫视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 人民网 新浪网 东方网 搜狐网 雅虎 新华网等互联网在内的一百多家报纸 电视网站都转发了考察活动的消息 不过尽管每一个亲眼观看藏刺石的人都心知肚明 心脏不宣的 但是在所有的报道中 始终没有人敢提那第六个王字 只是报道了前五个字 中国共产党 中共十六届九常委闻讯后 也都飞去了贵州 亲自看过此事 不过也都没有作声 据说曾庆红还去过两次 但都没有清醒过来 在进入今天话题的关键部分之前 给大家分享一则商业信息 上次给大家推荐的台湾高山乌龙茶 现在第二批现货已经出炉了 在经过了黑五抢购之后 存货已经不多了 李明推荐的台湾高山茶 是真正原产地正品高山茶 纯手斋 无农药 产自海拔一千多公尺的阿里山区 品尝过的茶友都说 这茶不仅口感清新淡雅甘甜 还有一种独有的淡淡的兰花香 和一般的茶不同的是 这款高山茶第一泡完全不用倒掉的 而且口感和第二泡是一样的 具体的产品质量 大家可以在频道下方的说明栏中 点开相关的链接就一目了然了 千万别忘了输入 信不信有你频道的优惠码XBXYM 这样您就可以在原价的基础上享受八五折优惠了 好了 现在就进入本期的关键时刻 铁板图中的图确实是很简单的 在山谷间有四只黑鸟飞了过去 第五只白色的鸟在半山腰撞死了鲜血淋淋 画面的左下方写着一行字 白羽毛鸟撞死在山这边 许多人就凭着这句话得出了一个结论 白色羽毛的鸟就是繁体字的习字 暗示习近平将死于任上 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依据呢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有一位知情人士在亚安工作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民间高人 这位高人给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后邓时代中共的命述将印在江湖习武这四字上 当时这位高人并没有留下文字 这江湖习武到底是江湖习武还是江湖习武 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这位知情人士也并没有把这句话当回事 不过三十年过去后 眼看习近平登陵大卫后的零零走走 他才不得不佩服这位高人的神预算 根据中共的历史 习近平是中共篡权后的第五代接班人 后面就没有接任者 也就是说江湖习之后没有第六代之说了 如此看来 这位高人当年留下的应该就是 江湖习武或江湖习武了 这两个说法还是比较靠谱的 那么如果我们依据高人的神预算 再来看铁板图 是不是就很明显了呢 四只黑鸟和一只白鸟 其实指的就是中共的五代党魁 毛邓江湖习 前面的四只黑鸟已经飞了过去 该去哪去哪了 后面一只白鸟的命运 就是撞死在山这边了 有评论家认为铁板图中 白鸟撞山后跌落在两座山之间 这两座山一座是旧金山 一座就是台湾的玉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啊 这个鸟字和山字组合起来 是一个什么字呢 对 是繁体字的岛字 那么这世上唯一与一尊有冲突的岛屿啊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台湾岛了 玉山呢 就是台湾岛上最高的山 也可指代台湾 中共的前党魁 毛邓江湖啊 都曾嚷嚷着要解放台湾 不过呢 都没有真正的动过手 到了一尊习近平这儿 就对武统台湾格外的在意了 那为什么呢 他呀 是要借统一台湾 当上历史伟人 前段时间呢 一尊听说了铁板图预言了 他可能会像林彪一样 坐飞机被火箭军的导弹射中 而死在半山腰 于是呢 一尊就怀疑 火箭军中的领导层 有人对他不忠 反对武功台湾 因此呢 他看见谁呀 都认为是普里格金 为了保命 先下手为强 就端掉了火箭军的整个领导层 这火箭军被端掉了 这台湾还怎么打呀 一尊开始打算盘了 如果这次台湾总统竞选 能把那个搞台独的民进党赖清德给弄下去 弄上顺从我们中共的国民党 也算是攻台胜利了 于是呢 台湾的在野党啊 就推出了一组总统候选人的蓝白河计划 不过根据媒体的报道 这蓝白河计划很快呀 就川帮破局了 原来绿营出了一个竞选海报 美德赢台湾 美就是肖美琴的美 肖美琴呢 是赖清德选定的副手 德呢 就是赖清德的德 这个竞选广告词啊 既不是经济营台湾 也不是军事营台湾 更不是科技营台湾 而是美德营台湾 简直就是太符合天道天理了 一下呢就把民众的希望给点燃了 蓝白河计划也就此破产了 从古至今啊 军权神授 这一点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都是一样的 根据圣经记载 以色列第一位王扫罗 就是耶和华让祭司萨玛尔高丽的 这个高丽呢 是一种确定君王的仪式 就是往上帝拣选的人的头上倒游 在中国呢 三皇后的五弟 无一不是母亲赶怀而运的 这也是军权神授的象征 说明这五弟都是天选之子 所以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 历代的皇帝都被称为天子 天之子 天之子就是上天的儿子了 顺理成章的就要敬天敬神 顺应天道 成父上天富裕的天命 敬道爱护百姓的责任和义务 古代如此 现代也是如此 不过呢 一旦天子违背了天命 德不配位 背叛上天 上天就会收回权柄 另立新王 交给顺应上天的有德之人 在中国的历史上 第一个被收回权柄的帝王呢 就是夏朝最后一位君王 暴虐无道的夏捷 上天将权柄交给了成汤 成汤顺天命 应人心灭了夏朝 杀了夏捷 革除了夏捷的天命 建立了商朝 所以呢 易经格卦说 汤武革命 顺乎天 而应乎人 这意思就是啊 上天的安排改变了 就是革 夏王治理天下的使命 这就是命 夏王的天命被革除 这就是革命 革命这个词呢 就是这么来的 出自易经 革就是去除 改变 命就是天命 并不是中共的专辞 看来呀 这美德赢台湾呢 一定是要革去 逆天叛道之徒的命了 另外 中央军委内线朋友 向原大陆媒体人 赵兰健爆料说 东海舰队980号 龙虎山舰出事爆燃 下呆海边渔民和游客 惊慌拍摄 急速上传 原因是 这条登陆舰上 有两位红三代特勤 忽然嘴馋 突发奇想 一位要吃西红柿蛋炒饭 一位要吃油炸 馅调大鱿鱼 两个人为争抢燃气炉灶 大打出手 导致油锅侧翻 引燃整条登陆舰 于是呢 赵兰健就在推特上发帖 披露了此事 标题说 登陆舰为打台湾已报废 蛋炒饭 红三代豆 引燃军舰 据前中共海军少将参谋 姚成披露 火箭军从上到下 普遍卫战 因为他们知道 攻打台湾就等于是 对美宣战了 而他们根本就不是 美国的对手 战事发生后 火箭军必将是 美国首先消灭的目标 所以没有人愿意 对台湾动武 可见呢 铁板图中 一尊壮的这座山呢 就是台湾的玉山无遗了 那么另一座山 为什么就是旧金山呢 2023年11月11日至17日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IPAC峰会在旧金山举行 习近平入住旧金山瑞吉酒店 酒店安保可谓戒备森严 大门口有十几个警察 酒店对面中共还安排了便衣特务 不过呢 十分诡异的是 酒店的门前搭了个大棚子 用白布围起 接送的车辆上用黑布包裹起来 看不见车牌号 看上去就像是个送葬灵堂一样 给人极为不吉利的感觉 随后有网友发现 在新华社发布的 习主席抵达旧金山的视频中 竟然出现了纽约法拉盛妓女组团 欢迎习近平的镜头 这一下舆论就炸了锅了 消息传回大陆 引发网友的热议 根据网友的爆料 大使馆搜罗了一大群色情服务女子 前往旧金山去欢迎习近平 不仅给他们报销往返的机票 每天还给200美金的补助 包吃包住 并允诺他们 就当祖团去旧金山旅游了 还可以拍一些爱国爱党的照片 为以后回国从凉 进入政府当公务员 做点红砖资本 紧接着一尊邀请旧金山 众科技大佬的晚宴也砸了 大佬们都没有来 来了两位打完招呼也就走了 一点也没有给一尊面子 这还没完 拜登在结束拜协会后 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没想到就在20分钟左右的记者会 快要结束的时候 记者又额外的提问了 拜登在回复其中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直呼 习近平就是独裁者 习近平这趟访美啊 可真是壮志未愁 身先死啊 企图通过访美往回掩面 没成想 天意招招完全落空 反而被重重的羞辱了一番 这不就是撞在了旧金山上了吗 于是有网友就说 一尊这回呀估计真是凶多吉少了 有事外高人说 铁板图的最后一则预言 白鱼鸟撞山而死 指的就是一尊习近平 看来呀 无论是那块藏字的天使 还是铁板图 传递的似乎就是一个信息 那就是天灭中共 中共必亡 一尊是中共第五代党魁 没有继任者 如果死在任上 意味着一尊的死期 就是中共的亡期 有人会说 哎呀 李明啊 你说的也太玄乎了吧 一尊现在大权在握 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人家中共不是 依旧在台湾渗透的 呼风唤雨的吗 小粉红水军 不是依旧在网上 大泼脏水 搅混识听吗 别急呀 如果将藏字石铁板图再和推背图46项合起来看 估计您就不会这么说了 我们先来看一尊的两张照片 大家对比一下面相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这两张照片呢都是一尊习近平 但是判若两人对吗 好 那咱们再来看推背图第46项 衬曰 暗暗阴霾 杀不用刀 万人不死 一人难逃 宋曰 有一军人神带功 只言我是白头翁 东边门里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宫 衬曰的第一句暗暗阴霾 杀不用刀 这个案子由黑和阴构成 黑代表黑暗 无生机死亡 心神沮丧 灵魂离开去可 因字上吏下约 代表吏试 发誓 吏约 口说有评 上天会记录下每个人的誓言 有朝一日要兑现 这里指的是 中共让大陆的每个人都发毒誓 从小学生开始 为中共而现身 共赴死亡 这就是杀人用毒誓不用刀 习近平在19大结束后 带领众常委到上海参观 中共一大会制 重温入党的毒誓 然后下令全国所有的党团队员 也要重温毒誓 这等于主动给共产邪灵输送能量 邪灵也就加重了对一尊的控制 从此一尊的面向就开始改变了 原本的大富大贵的面向 气色就开始变衰 出现黑眼圈 眼露熊光 趁约第二句 万人不死 一人难逃 在前面的节目中 我们给大家分享过 2003年SARS瘟疫后 上天有好生之德 加大了救人的力度 直接在民间就发起了三退运动 劝戒所有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 退出中共组织 结束魔鬼的封印 随之确实有很多大陆的同胞 用实名和化名退出了中共的组织 但是一尊却死抱着中共不放 这就是万人不死 一人难逃 宋约的第一句 有一军人神带弓 只言我是白头翁 这里指的就是一尊习近平 弓是古代的武器 射出的箭飞在空中 对应现代的武器就是火箭 飞弹导弹核武器 25年一尊亲手把二炮部队改制成为了火箭军 同时他还是军委主席 所以说一尊既是军人又神带弓 白头翁就是繁体字的席字 上语下白不就是白头翁吗 圣约的第二句 东边门里扶金箭 勇士后门入地宫 在古代太子居住的地方就叫东宫 但一尊至今没有接班人 因此 东边门指的就不是东宫了 而是中国的东部 目前中国东部 美国联合了日本 韩国台湾 菲律宾和阿流深群岛 琉球群岛等建立了第一岛链 对中共和俄罗斯等共产国家 形成了围堵的威慑之势 尤其是中共的核潜艇 已经被控制在了沿海地区 无法进入第一岛链之外的深海区 这就是东边门里扶金箭 如果中共胆敢武功台湾 必将以失败告终 勇士后门入地宫 这里的勇士指的是勇武的军人 既不是侠士也不是义士 按照常理外来人都会走前面 只有自家的人才会用后门进出 这就说明勇士是来自内部军队的 政变逼宫结束中共独裁专政 改朝换代 地宫这里指的就是称帝后的一尊的居所 也就是说如果习近平执意不肯解体中共 那么上天就会另外安排勇士来达成这件大事 不过预言只说了入地宫 并没有说一尊会死在地宫 这又如何理解呢 第46项中的图就给出了答案 大家看 有一个人伸出右手像是在探路 左手握拳放在心脏的位置 这就是说如果一尊要想改变 撞死在山这边的命运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自己的心上下功夫 放弃为了成为伟人而武功台湾的执念 放弃拖延中共灭亡进程的私心 坊间传言 其实一尊是带有解体中共的天命而来的 所以上天就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点醒他 不要为世间幻想所迷惑了 给足了他选择的机会 但是如果一尊一意孤行 被红魔牢牢的控制住不放 在历令致婚的状态下 下令武功台湾了 那么他的死期就不远了 从古到今 智者遇到谴责 都会反省自己 罪己 愚者就会遣怒他人 俗话说天道无亲 常于善人 其实现在真的是到了宇宙历史的转折关头 人的善恶一念将决定生死 进退瞬间几分天堂地狱 但愿世上所有的人 包括一尊 都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不再与中共为伍 选择善良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有心赞助我们的朋友 可以在频道的下方点击赞助链接 您的资助能让我们底气更足地 传递宇宙的真相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品有你 分享视角 构想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好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助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助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助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